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看到了前第一夫人 吴淑珍透过了陪的医院的医疗评估 认为她的身体不适合入肩 因此择负家属带回 那检方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呢 是否社会大众能够接受呢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则报道 不会挤 不会挤 过去在国务纪要费开庭时 吴淑珍突然当庭昏倒 有护士抱着上车送医 结果就是有之后16次没有去开庭 当时还有兰医的人批评 她的举动是要回避审判 而如今就在她要发奸执行之前 又有消息传出她重感 由于吴淑珍必须先到台中监狱的陪的医院 报到检查 怕她身体受不了 陈志忠也替母亲说话 以她的状况这样不好 那是不是说一定要到台中 是不是可以 譬如说裴德的医生 她可以来到高雄 然后这个来做一个评估 因为事实上她已经掉了很多病例 包括过去二十几年的病例 那事实上在场地上来讲 从这些病例应该是可以知道说 她的状况确实是生活不能治理 虽然典家已经透过律师 向检方请求更改评估的方式 希望能由医师道府 或是让吴淑珍到就近的医院做评估 不过检方最后还是要求 吴淑珍要到培德检查评估 法务部长曾永夫之前也表示 会依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 高雄地检署它援手两个原则 照法律规定程序处理 而且尊重医师的专业意见 因为它能不能执行 要医师评估 它是不是有自己处理生活的能力 在台湾来临对峙的情况下 吴淑珍究竟能不能入狱服刑 已经超越了法律问题而成为政治事件 别家人也知道这个情况 因此陈信云就曾经表示 希望检方能够依照她母亲的健康 而不是她的身份来做衡量 经过专业医师的评估 她可以受刑的话 我们尊重 不要因为我妈妈 我们是贬家 就为了她要 必须关她而关她 法律之前仍然平等 陈信云希望能够比照一般人的心愿 应该是在不顾政治评价的前提下 法律应该给吴淑珍的基本对待 我们再来看一下拒绝收监的规定 监狱刑刑法第十一条 受刑人入监时应该进行健康检查 如果有下列的情形 应该拒绝收监 第一个心神丧失或者是限离疾病 应执行而有丧生之余 第二个怀胎五月以上 或者是分娩未满两个月 第三个是离急性的传染病 第四个是衰老身心障碍 不能自理生活 那前项被拒绝收监者 应有检察官斟酌情形 送交医院监护人 或者是其他的适当处所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边 就是您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其实我们虽然说 有讲到这么多地方 医院监护人或者是适当处所 但是目前看起来 检方唯一一个选项就是送家属 主要原因是因为 在法律上面虽然如此规定 可是在实务操作上 包含到各种行政资源的运用 那尤其在刑事处管法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尤其是行的执行是剥夺到人身自由 这个一定是要有一定的依据 这依据我们在法律上面 可能是执行民意 可能是某一个处分命令 类似像这样子的 那重点在于说 当今天检察官依照监议行刑法 或者是刑事处控法 anyway刚刚那个专委是讲说 应该还是依照监议行刑法 当他决定了没有办法收监的时候 代表说他这个受刑人本身 没有办法在国家的监控制 就说如果用英文的话 就没有办法在国家的监事之下 就说国家没有把 没有把他交由国家来管制的一个状况 他不是这样的状况 当他不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检察官就会马上面临一个问题 那行政上面我怎么去 像刚刚曹青大哥讲 我把他送到医院去找两个看护 那那个费用谁出 因为他不是在国家监护之下 当他不在国家监护之下的时候 这行政资源怎么处理 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处理方式 所以法律虽然这样规定 可是整个的被套作施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所拒绝收监的四个案例 为什么都交给家人去 去折付给家属去监护 原因就在这边 因为没有其他民意 可以让国家动用这样的资源去处理 所以这个是实务上面跟法律规定本身 在被套上面来讲 有没有非常完全衔接的地方 不过我这边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我可能有一点不同意 首先说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 其实是有特别提到说 即使是刑罚啦 我们当然对于唯犯法的人 我们应该施予适当的一个刑罚 可是刑罚又有它的极限 刑罚有极限的 不是说今天犯错 我们就国家一定要用一个方式来表达说 我们的法律的正义是在怎么样 没有 当他今天我们是一个残酷不能道 甚至有可能让他丧失生命的时候 当然是可以在刑罚极限的 应该是认为说他是在刑罚极限之下 这个时候当然可以依照今天的这个处理 所以我还是再次强调 今天不管是检察官 演戏也好 不是演戏也好 如果今天专业判断是真的是如此的话 我个人会认为说 这样子的处理会比较符合人道 那当然这也是其实吴葵的一个指示 法律与人道中间要做一个平衡 我觉得今天应该是 今天应该是就像这个 这个敏凤所讲的一样 可能蓝绿大家或许都没办法接受 但是也都是必须要接受 它就是一个平衡点 当他今天做了一个平衡点以后 我觉得大家就是尊重这样一个状况 不相请问专委 就是说我们刚刚那个事例 就是当他责妇家属之后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检方说到了 其实未来会定期或不定期的 去看他的状况 如果他身体状况适合的话呢 他还是要再入肩 那从那四例还有之前的很多例 那有曾经就是再重新评估而入肩的吗 一定有这样的案例 可是因为我手上并没有这样的资料 所以没办法跟大家分享 那事实上这个 刚刚这四个案例 只是台中赔德医院的状况了 那台湾有这么多监狱 其实很多监狱 这样的案例还不少 还不少 是 所以谈到了定期跟不定期 这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时间概念了 到底是要多久算定期 然后多久算不定期 那检察官他一定有那个义务跟责任 要去做这样的动作吗 我相信检察机关内部 一定有他们的规范 大概定期 比如说也许三个月后的半年 他们有内部的规范 那我手上如果没有详细的资料的话 可能没办法跟大家做确定的说明 但是一定有 之前也有讨论过就是说 如果吴淑珍女士他没有办法入肩服刑的话 那当时社会在讨论就是说 所谓的在家服刑这样的概念 那法务部有曾经回应过说 台湾没有所谓的在家服刑 那但是后来又有提出一个可能性说 考虑是不是用在家服刑的方式 那像这样子所谓的在家服刑 他的概念是怎么样呢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恐怕必须要有法制作业以后 才有依据来办理 那影响中也许英美法系的美国 有这样的制度也不一定 但是既然我们国内没有这种法制的话 可能法务部也没有办法 可能要请立法院或者说 全民有共识之后 这样的法令跟配套制度出来之后 才有办法办理 所以现在目前就是限制住居 其实他是个人人生活动是自由的 他也没有被 就是除了出国之外 其他的都是自由的 简单讲就是说 所谓的在家服刑 其实没有这样的名词 法律上面没有这样的名词 在家就是所谓检察官认定的适当处所 那以往的案例 当然我也没有研究 不过据我所知是说 刚刚主持人是问到说 后来检察官也没有再定期的 至少很明确在裁定书 或者说在新闻稿里面讲 恐怕这是我知道的第一件 就是说检察官宣誓说 他会定期保释 然后以后不排除再行收入间 其他的恐怕大概是 一般人不知道的状况 恐怕是没有 因为那个是耗费人力的事情 那适当处所 当然家里面是一个适当处所 那问题就是说 刚刚曹新大哥有讲到一个案例 说得了癌症以后 又另外出去犯案 这个状况就出现了 原因在于说 我们现在可以检察官可以 令他入适当处所 可是令四张处所 如果这个受刑人违反 譬如说我现在我就是要求 先出去你不能乱跑 可是他就是要乱跑 你能怎么样 后面我们都没有配套 是我们来接几位 官方的电话 第一位来接桃园 许小姐您的电话 许小姐您在线上 你好 刚刚有一个说 有一个那个人 他那个因为 因为那个什么 去那个 因为他已经 结果检察官放他出来 结果他又去杀人 请问一下 我要请问那个人 他还 他 吴淑珍还能够杀人吗 还有我要讲第二点 就是马英九先生 他说可以犯错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他 吴淑珍他不可以犯错 好 谢谢 谢谢您的电话 再来接台中 王小姐的电话 王小姐请说 叶小姐你好 你好 首先我想要跟先 那个赖素鲁赖议员 其实你们国民党 不要这样 他有 我觉得我们 我的看法 跟那个陈敏凤小姐 是一样的 你们要留点口的 也要得老人处 且老人 对不对 他交给陈志忠 是最好的专门 万一他在狱中怎么样 那你们 你们不就是挑起 台湾对立了吗 好 谢谢您的电话 再来接新竹李先生的电话 李先生请说 你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你好 这一种事情 本来都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而理 只是 也不晓得 大家讲得都对嘛 对不对 只是说 是意识形态的而已 我 这个是小市民的看法 其实政治人物 应该 小市民来看 应该每个都会谈嘛 包括谈 谢谢您的电话 我们再接台北蔡小姐的电话 蔡小姐您在线上 各位好 大家好 你好 我觉得前总统家人事件 我想每个人的政治观点都不一样 希望政治人物或媒体人 不要再操弄这件事情 究竟前总统的事件 人人心中是有一八次的 就像现在马总统有些不当的做话 伤害台湾人民 我们如果去评断他呢 只是伤害台湾的方式是不同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公平去看这件事情 不然台湾没完 谢谢你的电话 我们再接高雄杨先生的电话 杨先生请说 大家好 我是增长不少啦 虽然在脱屏那么久啦 可是除了某一个党的 所谓文传会的 那个小姐以外啦 我是争议不少啦 某一个党文传会的主委还是怎么样 你简直是所谓的住宿性行销啊 谢谢你的电话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敏凤姐 我们刚刚之前 在接过任务的电话之前 我们提到了所谓的在家服刑 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回应有些民众觉得 吴淑珍女士如果不能入肩的话 那是不是要如何就是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所谓在家服刑你的看法呢 我是觉得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 就是因为吴淑珍这个case 也许它就是引起了一些所谓司法上面 我们在所谓你这个犯法之后 不执行的一个争议性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借这个case 包括立法院也好 或是整个司法体系也好 也可以去执行说 也许法条上面没有在家执行 这四个字 可是我们未来可以在 这个法条的精神上面 列入所谓在家执行 这样的实质的意义 比如说可以仿效什么 医美法系这样的一个作为 也许这种争议性就会比较小一点 那今天吴淑珍是说实在来 就是说因为他并不是破例 并不是说史无前例这样子 那司法上面也有很多例子 是这样子做 所以他就是也许检方也好 或是整个医院也好 他就依照前例去执行的 让他所谓暂停的执行 扶行的一个工作 一个事情 我觉得也许但是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像这样的人物 刚好可以凸显很多司法上面的一个 我们不能讲漏洞 但是他也许有一些空缺 是可以去补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那像这样 比如说像刚才曹新讲的 如果有人得了癌症 被拒绝拒收之后 还出去犯刑的 这种也许这只是一个 比较偏僻的例子 但是的确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他可能在危害别人的性命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东西 一定要去防止 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所以在家服刑这四个字 也许现在的刑法里头 没有这样的名词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 把这个精神 为了在纳入整个在执行 就是说监狱的执行方面 我觉得可以补这个洞 是可以补一个比较符合 就是说所谓司法正义 跟一些所谓公平的一些道理的 所谓在家服刑 其实当时的讨论是用 所谓的电子脚梁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但是事实上电子脚梁有没有用呢 就如我们刚才执行长讲 那是一个犯罪而已 你哪会反罪呢 还是一样犯罪 曾经有说所谓的强奸犯 强奸的这样的一个罪犯 后来假设出来 装了电子脚梁 结果怎么样呢 他依旧去强暴其他的女孩子 所以我想所谓的那样的一个 在家服刑那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其实在执行所谓的 法律上的一个正义 正义的一个程序问题而已 那刚刚有个观众朋友讲说 有时候如果不去台南 我刚才说的意思不是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 他不去台南 但是他会去洗钱啊 你台湾人的钱也会去洗钱出去啊 他不走 他当然不走 好家在他不走 不然他就走起来 所以问题是我们刚才举例的时候 癌症杀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犯了罪 曾经我刚才跟他讲的例子也是一样 就是他会有一些所谓的 用他的特殊身份去犯案 但是事实上会引起大家的接触 这些人犯人没事情 如果这样也不然 如果要做事情的时候 我就找一个人做人头就好了 会种种产生问题 吴栖珍当时的一个身体状况 当他在洗钱在数钞票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的状况 我们讲他今天有没有认错 如果说今天他已经公开对台湾人认错 或者怎么样 老实说特色的东西是可以讨论 但问题是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 他认为没有 这是国民党政敌的问题嘛 是整个政治破坏问题 所以你国民党也吃钱 我吃一罐哪有什么来不去的 所以种种的问题会让我们人民 刚才说的一个官僚 台湾人民受到伤害 受到国民党的伤害 受到民党的伤害 所以我们现在要站出来 是我们台湾人要自己民众要去了解 去肢结嘛去了解司法是为我们民间的力量 去支撑他才会真正走到正统 真正走到比较提升嘛 那台湾的司法是真壞嘛 大家说台湾的司法壞掉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不去争取 甚至不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案例 透过我们民间这样的一个名气可用的时候 好好建立取一个标准的格式的话 那台湾的司法永远没办法改善 是副主委您怎么看呢 如果说是因为这个案件 然后我们后来可能会说这是无熟针条款 来设所谓的在家服刑的相关规定 那我觉得当然这是都可以 公共议题都可以来做一些讨论 可是什么是在家服刑 是不是就类似像无熟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他在家里面 等于是就是在家里面 但是可以寄刑期 那这样子是不是合乎公平道义 刚刚高律师有讲到说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 我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把他抓进去关 关到他死 这样我才甘心 倒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今天我们必须要让我们大家 社会当中相信说 今天他进去了以后 是会有生命危险 他进去就马上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那我们当然会非常担心 如果今天他讲说要进去之前 他说我进去我就会怎样 可是他依旧可以从高雄 他也是可以搭高铁去看陈水扁 那以前在他们还没有被判刑确定的时候 他们父亲节也依旧可以去外面吃大餐 他依旧他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本来就存在的 但是他虽然有存在这些的病症 但是他还是可以跟一般人有那样子的 出去外面的一些正常的一个作息 所以才会让社会大众有一些存疑 我觉得我指的是这样的情形 就是说他一定是说 我进去我就会有生命危险 才会有刚刚高副主委所讲的说 我们的刑法的规定里面 还有更上阶的一些规范 今天我们要讨论到的重点是在于说 他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是最适当 当然今天的结果可能是 对于绿营的人士里面 会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期待 可能来影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 但我一直强调说 入不入间就是那些医疗团队 多一点专业少一点政治 其实我们今天来这边讨论 跟国民党无关我们只是觉得说 就这件事情来讨论 也不要很多的人讲说 如果说我心里在想 如果今天他如果进去了 一定大家要讲说又是马英九 马英九的首身监狱 就一定要把无数人关到死 一定又是这样的一个言论 其实不必要的 我们完全尊重专业 如果专业觉得说他现在不适合 那我也尊重 我也尊重 只是我们必须考量到说 后续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明凤讲的是不是要考虑在家服刑 这个都因为目前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 没有法律规定 所以我也不能够去做一些的评论 我只是觉得说有些的事情 有因为吴淑珍的一个问题 那可以成为公共议题 大家来想一个方法 让就是说如何的情形 既让他受到刑事的一个 有一个处罚的一个规范 但是也能够符合到人道的一些处理 可以两全其免这样的一个办法 我们继续来看吴淑珍相关的设案的进度 我们看到在去年的6月 国务基奥费案是二审 那判吴淑珍20年 耻夺公权10年 11月呢 金改案是一审无罪 那11月11号龙潭购地案是三审定验 判11年罚金1.5亿元 陈敏勋人事案 加国内洗钱三审定验 所以这一次呢会去入奸服刑 就是因为龙潭购地案 还有这个陈敏勋人事案 合并17年半 那我们看到国务基奥费案 还有哪敢展览馆案 还有最高法院撤销二审发 台湾高等法院更审 所以就是说 其实目前吴淑珍 他身上还有其他的案子 再来的案子 如果又判刑了 又定验了 又多加了一些刑期 那一般来讲 法律层面来讲 这是要怎么处理 一把他再来一次 对啊 就是说因为判决确定以后 他就会有新的执行 要移送到检察署 新的执行案 那检察官就必须要再依照 这样的程序再来一次 当然他可以参照这一次 中国医药学院的 这个医疗团队的一个意见 直接在刑事出动法阶段 就停止执行了 在这种状况之下 恐怕会争议就会比较小 那其实我会比较赞 我觉得这个事件 我会比较赞成 你们的看法就是说 我们的 不管是监狱刑刑法 我们的刑事出动法 对于刑的 怎么样让一个人可以受到 受刑人 做错事的人可以受到好的教化 我们在这个光谱的 从黑到白中间 各式各样的一个可能性里面 有一点太死板了 就是说 那个转环融通的可能性不够 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一些 其他的配套 譬如说如果像 这个赖医院讲的 的确社会一般大众 没有办法接受 怎么可以有一个犯错的人 完全不用接受到任何的处罚 那我们又没有所谓在家服刑 那我们是不是修改 可以考虑修改监狱刑刑法 真的把类似的概念放进去 这个概念放进去 甚至也就是 如果是真的因为他的身体不行 那但是他的心神是OK的状况之下 可不可以有一定的 譬如说教育 一个教化的一个方式 那在家里面做也没有关系 或者说电子脚僚 类似像这样 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比较有创意的方式 可以兼顾我们的社会的公平争议 跟法律的执行面的东西 我会觉得说从这个案子 或许我们应该得到 这样的一个起巴 立法院搞不好应该要 启动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修法 是周围在我们这个法务部里面 有曾经有过这样的讨论吗 我个人目前并没有得到这样的讯息 不过我想回应一下 高大律师的一个 所谓的在家服刑的这种修法 那恐怕所谓有服刑的话 必须要有剥夺完全的自由 这样的前提之下才算是服刑 如果是局部或的限制的话 恐怕很难够上所谓的服刑 那当然如果说社会共识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可以认同这样的制度的话 那通过了法制作业 那当然就有一个法令议计可以来办理 那至于说 今天也许社会风风烙烙 很多讨论 那以外的来宾也有很多的高见 那我相信说 矫正机关特别是监狱 他们考量的层次没那么高 他们可能会考量说法律怎么规定呢 我们就怎么做 那该是专业的意见的时候呢 我们专业怎么判断 我们就尊重专业 大概这样而已 他不会考虑到说 这个是蓝的怎么样 绿的怎么样 这都不是我们的考量项目 特别在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这样子 宁凤姐你觉得这一次这个案件 因为其实要不要入肩服刑 大家已经争论很久了 那医疗小组 你觉得他们有没有相对的压力呢 我觉得应该是蛮大的压力 各界讨论这么大 而且这是这么备受瞩目的案子 那我觉得从他判刑确定到现在已经一两个月 我觉得整个过程里头 包括你陪德医院增设这个设备啊什么之类 其实他也是有准备说万一整个上面执行 是确定要执行的时候 他是要那个 所以我想这所谓的一个陪德医院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他还是可以所谓一个行政中立的一个立场来看他 我觉得基本上他也许就像这个专委讲的 他真的就是按照法律去执行 那所谓设监狱跟设这个医疗设备 完全是为了一个万全的准备 如果万一要真的裁定要执行的时候 他要怎么样的处理 怎么样去顾到这个受刑人的一个安全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压力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我觉得今天14个医生可以依照他们自己的专业做一个判断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得到一个社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共识 一个肯定这样子 是 曹新哥你还是觉得这个其实 他们的其实他们并没有完全依靠他们的专业 当然是尊重医生的这种专业 只是说他提出来那种专业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不用他们多所致言 那其实你像刘大英 刘大英当时要去扶行的时候 曾经也是住院 但是那时候的检察官刘成武呢 那么那是执行处的 他就跑去看 你真是有事 结果发现他虽然住院 但是他还可以扶行 就把他压着去执行 那当然这是一个案例 另外一个严亲票也是一样 立委员亲票 他要进去之后 他是有心脏病 他已经开始发作了 那完成了心脏手术 甚至于到最后有一个 所谓呼吸中止症 他如果是碎醉 因为心脏的问题肥大 然后就中断了 那这个东西也是让他治疗好再进去 但是又后来没进去 后来还是进去了 那我刚才 我为什么一直在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吴卓森的整个症状 不是现在才发生 不是因为最近生病了 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整个状况 而是这种症状是长期来在二十六年前 我刚才提到 二十六年前当他被撞的 下次谈判之后 当前的市长夫人 当了总统夫人 之后当他在数钱 或者在操纵洗钱的过程当中 他的身体本来就这样了 所以当时他没有出庭 台大医院诊断他说 如风中残除 那时候他的状况也是这样子 那今天 那比如说他这个状况 是因为家里找了两个看护工 那再帮他大小便 帮他料理一些事情 他没办法自理生活 是已经存在的东西 那今天 陪德医院为了要准备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重症的刑犯的时候 已经有训练了十五个专业人员 还有领友症状 看护工 由这些受刑人里面 受受刑人